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梅迪琳塔罗命理工作室的预事管理师 梅迪琳老师 哈喽你好 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过去就是在接触这个产业别吗 对 一直以来都是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对这个产业是有兴趣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去学正式的学习 然后一直到 因为前面都是兼职嘛 可能下班时间就有客人就接一下 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7月开始 才正式的全职投入这个行业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跟别人的经历不太一样 对不对 因为别人通常都是 真的是人生跌入谷底 才会突然转一下这样子 对所以我是偏向兴趣来出发 这真的很喜欢对不对 对然后可能学完之后 有一些经历 然后可能也觉得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就想出来尝试一下 就类似一个微型创业的概念 对 那再踏出去真的要自己出来做的时候 那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点 困难的点 我觉得是偏向经济的不稳定 对因为以前可能上班你就会习惯 每个月就是领多少钱 对对对对 可是你没出来做之后 你无法预测你下个月到底赚多少钱 因為那時候算是有點接案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一開始是偏向SOHO組的思維 所以你就會覺得 萬一這個月沒接到案 或許我的薪水就會很低 所以一開始比較初期的時候 稍微會去打個工 因為就金牛座會比較擔心經濟的部分 比較實際一點 都會出來之前可能有想好 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 稍微做一個準備 那但後面其實就蠻快就穩定了嗎 因為一開始前面三個月收入是沒有到很高 對 然後前面兩個月然後這樣過去 然後就會開始有焦慮感 就想說怎麼辦 萬一一直做不起來 是不是就要打到回符了 對不對 OK 然後後來想說剛好有塔羅店的曾老師註點 然後想說那可以先來試試看實體的 對 因為之前諮詢預約都是網路上的 對 想說來試試看實體的怎麼樣 然後就去了那個台北的東區那邊住點 然後住點之後 就好像有慢慢的比較順利 就是有接觸到比較好的顧客 所以其實比較困頓的事情應該是前面三個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焦慮到就是每天都只吃一餐 對 然後大家看到我都是你什麼變瘦了 但是很神奇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就是規律 然後就會有點漏漏 然後現在就都沒有胖回來了 所以創業可能每天都在熱血 對 因為你必須要去消耗你自己的能量 其實有差 對 會有差 然後你就會去想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因為創業跟上班族的差別在於 你可能上班族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專注做好就好了 對 你要做到最好 然後看看上面分布什麼 然後但是你自己出來創業 你就得縱觀市場 對 然後看看你自己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然後你要找到切入點 對 所以你要考慮的事情就很多 可能你就要需要進修其他東西 就不是只是你專業的東西 喔 你說進修其他東西是指哪一個區塊 那你要進修行銷啊 喔 行銷啊 或者說怎麼經營你的東西啊 就其他的 其他的元素啦 去要去把它補足 不是只有光有理想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那 老師因為其實這幾年的這個370產業越來越多了 對 那 你自己覺得說你跟 同產業的其他的品牌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亮點 首先就是因為我的工具是比較多元的 我會針對客戶他的一些需求 比如說他今天可能問的比較短期的事情 或是比較細節的事情 然後可能就會建議他 你可以使用塔羅 如果說比較長期的規劃 比如說你想要開業 然後你想要帶團隊 對 那你就需要一個命盤 來去看說你長期的發展 或者是說你跟這個員工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長期的配合 甚至是找合夥的夥伴 順不順利 其實都是可以運用 那我就會針對他的狀況 比如說如果他能量是不好的 也可以順便調整一下他的能量 讓他就是可以輔助 輔助再加上你了解你的運勢怎麼做調整 對所以就會多方的去 來協助這個客戶 透過工具這樣子 可是多方其實也不容易 應該是你自己本身有 在去 學習其他的工具對不對 對就是我會想說客人可能需要什麼 就會透過這個想法 慢慢去進修去補足 有在讓客戶去選擇的一個工具 大概是什麼樣的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目前的話就是有塔羅的諮詢 對 然後再來就是命盤的部分的話會有 紫薇斗數跟星座命盤 其實東西方都有 有些人他可能比較喜歡 直接一點的答案 喔 對那我就說那你如果比較熟悉東方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你的紫薇 那如果你是可能比較年輕的 那對星座 或許會接受度比較高 然後就那你就可以來看一下你的星座 喔那老師你很厲害 就是 其實你你涉略的很廣 然後也很深 對不對 真的是興趣 對啊因為 我們知道其實 對於某一些 塔羅斯來講 可能其實他光把這個東西去 真的很熟練 就要很花時間 因為前面我學習的時間 確實是有一段 但那時候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沒有想說要出來做 喔 所以算是慢慢一步一步累積過來的 喔其實你花的時間也有 只是對你而言那個過程是 你的興趣 你在做你喜歡的事情 就不會覺得痛苦 喔 這個所以 這個就是 提早對 認清自己的認知 是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點 因為你其實前面那些 你 時間過了 你其實也不會覺得說 就很累 對 因為我從2012年開始正式學習 然後我2013年就去考了塔羅的認證 塔羅其實有那種認證考試 口試跟筆試都有的 但是當時也沒有想那麼多 想說我來證明一下我的 實力到哪裡 OK 真的沒有想很多 然後一路慢慢 到後面發現 因為學紫薇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你的面談很適合出來當命理師 嗯 然後他就跟我分析了一下 而且不只一個老師講 嗯 就好幾個老師都講 所以你做這個 會比較順利 你做其他工作可能就會 有一點點 不上不下 有志男生的感覺 啊 我懂 就無所適從 對 因為我前面做電商的工作 其實 很認真的在做 可是 可能上面就會有一些狀況啊 比如說 剛剛前面有提到 搬家 或是 其他的事情 嗯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是這樣 嗯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來試試看這一行 如果真的 我的命款這麼適合 那應該就會有一條出路 嗯 然後我就在2018年 就下定決心要來 做這件事情 嗯 那 你在 諮詢個案的時候啊 有沒有發生一些 讓你覺得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較印象深刻 我覺得 應該會偏向是說你 客人諮詢的東西是你平常沒有觸及到的 對 你就會 很慎重想說 那我要好好的來解嗎 因為跟你以前塔羅驗證的事情 或許 你會不了解 你是因為已經有學習過一段時間 對 你可能也職業了一段時間 大概知道可能的發展狀況會怎麼樣 嗯 那 那我就有一個客人 因為我是本身是還沒有小孩子的 嗯 我當然對於那種懷孕的狀況或許沒有那麼了解 嗯 那有一個客人 他可能就來問說 他的生產 就懷孕的狀況 一直到生產的 情形如何 嗯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是 出了一張牌 蠻shock的 他出了死神牌 你說他懷孕來問生產狀況 結果 你來一張 一下子就死神 這樣子 他抽了很 我是幫他抽一個牌證 但是他的死神是出在狀態 狀態過程 因為過程我是幫他抽了三張 對 那他中間那一張就死神 他不是到最後嗎 中間就出現死神 嗯 然後你 一開始你可能沒有分析很清楚 你是先看到那個牌 你當然會 覺得因為這件事很重要 對 懷孕這件事太重要 就是有關生死的狀態 然後死神你就會擔心是不是寶寶有什麼問題 對 就會很擔憂 可是我 冷靜下來去分析 那個狀況其實 好像不是這麼糟糕 因為他前後的牌 搭起來的都是好的牌 嗯 我就會想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性 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他是在中間的過程 死神 他也有結束的意思 會不會是中間就先生出來 直接結束這個生產過程 喔 早產的部分對不對 對就生產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這樣的情形 應該就是早產 喔 對我研判你這個狀態是早產 那後續他就有真的去跟 醫生做檢查什麼 然後醫生確實跟他說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很容易早產 喔 那當初我有給他抽建議嘛 然後他有調整 對 所以後來就沒有早產 喔 了解 對所以其實 所以 這個其實 還蠻特別 就是說 其實個案他對於他自己的 已經是 到達生理的狀況 他也都會想要去找一個 這樣子的方式去 讓自己安心一點 或者是他會有一些心理準備怎麼做調整 嗯 這個確實是 本來要 本來會早產的 但是他可能真的是有聽進去 那後面就可以比較預防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說塔如抽的狀況不代表 一定就會發生 嗯 那為什麼不一定就是你有調整 嗯 所以就是他不是那麼宿命的一款工具 喔對啊 因為其實 大家都還是會對這個東西有一個 既定印象 就是預測 你抽到這個你就是會怎樣 對 其實沒有 你可以抽建議牌去調整 嗯 那 老師你 目前有 提供 什麼樣的 服務去給顧客 線上線下嗎 線上線下都是有的 那我目前 線上的話大部分人都是用電話語音 噢 視訊其實可以 但大部分人電話語音他其實就OK 那我就會 占卜完把狀況 這個拍下來 然後傳給他 然後做講解 嗯 對那我們都是以20分鐘 一個單位 加10的話就在看狀況 嗯 有些人可能10分鐘 就會有一個加10的 備用這樣子 喔 OK 所以其實 線上線下以外 然後 那你自己對於這個品牌 有一些其他的規劃嗎 就是可以再把它延伸出去這樣子 因為目前的話 我是偏向 可能 諮詢嘛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直播 嗯 在某個平台直播 然後再來的話 可能會 T-talk 可能有一些短影音 也會在規劃當中 自媒體的部分 對不對 因為平常 以前的自媒體 可能都是先 臉書的發文 嗯 但是現在因為 可能短影音比較盛行 嗯 然後加上可能有些 人他可能會想要知道 你諮詢的 狀況 你的 方式是如何 那短影音的話就是可以讓他更知道 說你講話的方式怎麼樣 他能不能接受 其實就我畫面感 因為有時候看照片看不出來 對 對啊 就講話 你的方式是他喜歡的嗎 嗯 因為講話 有些人他就喜歡 比較 比較務實一點 有些人喜歡比較安慰型的 對 有些人喜歡是那種 諮商型的 喔 慢慢的慢慢的 因為其實我前面 有給自己定位 對 就是我是比較偏命理 我比較沒有那麼諮商型 嗯嗯嗯 就是 像 諮商會偏向是 安慰 你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聽對方講 這個是主軸對不對 對他們來 對他們來講 有些人 他來問 他搞不清楚 你就是到底他是來諮商的還是來命理的 嗯 因為命理會偏向是命理師在講 那諮商的話可能就會給 個案自己講 嗯哼哼 聽到個案講 傾聽他的概念啊 對不對 所以一般人會 搞不清楚 但是我會抓那個 Range 喔 但是到後面會發現 其實會很像 諮商 喔 我原本是把他分很開的 喔 就給自己的定位 但我現在就會分一個比例 對就是 可能命理的 方式會多一點 因為畢竟我這個 還是以 諮詢 你的狀況 如何為主 我來講為主 嗯 但是 後續有些人他可能 就只是有個安心感 他現在想要來問是因為 他想要確定對方是不是愛他 喔 他就變成是一個 尋求慰藉 那你自己這樣子 諮詢個案的時候 其實 多少會累積一些 負面能量 那你自己怎麼去 去讓這個 負能量去消除掉 因為我還有一個工具是 0-100的進化 喔0-100的進化 它是可以遠距進化 他也不用 一定要在現場 喔 是喔 對 所以我大部分客人 他可能如果最近可能工作壓力大 然後他想要調整一下狀態 他想要知道他 氫脈輪的負能量指數 其實會給一個報告書 喔 對你就知道哪個脈輪是 很負能量重的 需要調整 或是帶什麼水晶會比較 可以調整的 這個報告書都會寫出來 就不但可以進化 還可以知道你大概的狀態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自己 想要 檢疫一點的方式 稍微 進化自己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 可以推薦給我們 檢疫的話 通常我們可能去 去海邊其實也是一種進化 洗澡也是 可是那個都是比較簡單的啦 一般 可能如果你負能量太重 你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 就還是要找你 或者是說有些 客人他可能 就是 像我有開發一些牌卡 這個 相分牌卡 這個是相分的嗎 對 他基本上他是 一開始我是 先進化推出來 對啊 這個其實很 很棒 對 隨身攜帶隨身進化 對啊因為感覺是 很方便的一個東西 對啊 如果點蠟燭什麼的好像又不能 一直帶著走 對 而且 很看空間 對你不太可能在公司 就在那邊點蠟燭 你要說你是在做什麼 對老闆可能會誤會 明天沒工作這樣子 所以這個卡片的話其實 有分三款 這第1款進化是 最受歡迎的款式 因為大家 多少都會有不能量 對啊 有時候聽朋友講話 對啊 他可能抱怨你 跟你抱怨說什麼他最近怎樣怎樣 這個又是能量吸血鬼的故事 能量吸血鬼 你說 一直 一直這樣子 對就有一些朋友他 跟你私訊他 九層八層都是在講抱怨的事 喔 那種 那種很 對 他叫做能量吸血鬼 OK他已經有一個名詞就對了 對他你都可以查詢 有一本書 也有寫到 OK 他就是 你需要這個 進化 對不對 對你才不會說你現在負能量受他影響 可是你又因為人情的關係不得不聽他講 喔 那你就要找一個 方式 那如果說你想要簡易的話你也可以用這個 他這個是 俗微草海岩 嗯 對 有些人會燒俗微草嘛 就是進化空間 不方便燒 對 那他這個就會比較 簡易的 用精油的方式 嗯 讓你可以帶著他如果是放在空間他其實 可以相滿久的 一個月以上 我現在就有點 有聞到啊 因為你那邊放 三張 其實這個不是 剛開的 他已經開一陣子了 喔 真的喔 而且他味道還蠻 蠻明顯的 去年開的 去年開的 對 那 才聞得到我就很厲害 對啊 所以你說他可以放很久 嗯 而且 設計上我也覺得很 特別就是 你剛好把那個塔羅牌 對 塔羅牌元素放在上面 然後 他既有功能性 然後 看了又覺得 對又漂亮 所以這個就是進化一定是大家需要的 然後後續 去年又再開發兩款 嗯 招財的 因為就是 黃色就招財 本師敲碗 OK啊 真的很需要 但是還是要招財還有桃花仁記 喔 那後面都會寫公用就是你要怎麼使用 喔好貼心喔 還有寫什麼味道 其實這個是主要的味道 但是他有前中後味 喔 就是可以 到我的官網上面其實都找得到 好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要購買就是 可以私訊我我就可以跟你介紹 好啊好啊 OK這個感覺很棒 有些人看了他還是會有一點疑問 或者是說你不知道目前你需要哪一款 你可以來找我聊聊 搞不好你就會知道哪一個比較適合 而且這放在包包其實 就很想 沒負擔 對啊沒有負擔 而且財運很適合放錢包 喔 喔對真的沒錯沒錯沒錯 卡片放錢包超方便 又香香的又可以招財 因為像我有 就是粉絲啊 他就買了20張 喔一次買20張 然後他就是每個房間都放 喔 然後他還車上放 對 因為他就 整天會有負能量 就上班的時候 然後他這個是一整組三款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特別套組 他就是會有布這個袋子 喔一個漱口袋這樣 而且他蠻精緻的 喔 而且我發現你 設計的那個 都很美 對啊因為一定要自己喜歡才能賣給別人 嗯 就是我喜歡的東西像我諮詢的項目也是我自己覺得很有感的 幫助到我的 因為我才會想要來做諮詢 不然其實我也有 學其他東西 不是只有這些 喔 喔 就是我會覺得自己有感的 想要就是幫助大家分享給大家 喔 很棒 等下來下班 你看他是 紫色跟金色的搭配 喔 更有質感 對啊 整個看起來是很有質感 我那時候找袋子也是找了一陣子 喔 要剛好符合我要的顏色 這個對啊 因為其實你今天整個就是 品牌顏色是紫色嗎 對我品牌顏色就是紫色 當初創立的時候 這個Logo是後來前年的時候 才請人家正式設計 前面的Logo比較簡易一點 嗯 這是兩個六芒星的Logo 後來我想說 那我這可以結合 就是我有一些理念 對 就是像這個是塔羅牌 喔 而且它其實是一個 蜡燭 嗯 然後它藏著我的 梅迪琳的M在裡面 哇 然後這個是 三星的符號的那個 六芒星 然後它 故意做的像零擺一樣 因為它有零擺的 東西在裡面 哇 它就是整合 然後這個是月亮 其實也有點像一個 女生這樣子 對不對 這也是 那時候我自己有先畫 我自己有畫 然後我說 再請設計師幫我簡化一點 嗯 它就幫我簡化成這樣子的Logo的形狀 很有近一點的Logo 對 所以那當時呢就 想說如果我要做品牌 那我可能要有一個辨識度 嗯 那這樣子聽起來 其實老師你對於創業這件事情 除了 你有濃厚的興趣以外啦 因為其實 命離運勢這種東西 還是需要一點點的熱情跟天賦在嘛 需要大量的啦 那 可是我發現其實老師你對於創業的 需要的一些因素 需要的一些 喔 比如說行銷也好 或者是一些 廣告啊也好 營運也好 方式也好 你其實都一直不斷的在精進你自己 那 你有沒有一些 建議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說 現在這個大環境 給一些建議讓 正在創業的人 他們 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因為我是如果以星象的角度 畢竟我還是要回歸本業 太棒了 這就是 現在冥王星嘛 他在水平 雖然之後會逆行回去 但是他之後的20年 明年開始 之後20年他都會在水平 其實現在就有一些跡象啦 我們那個AI AI崛起 他其實就是水平的能量 因為水平他跟科技是有關係的 喔 所以他之後的20年他都會慢慢的進展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會怕AI 就是崛起你會被取代的那種 擔憂 對尤其是影像工作者 他們 更會 因為第一個就是 文字啦 然後圖像 影片等等 因為他們的能力太強了 你只要輸入他就 幾秒鐘就出來了 嗯 對 但我要想的就是 想的就是說 對創業者來說最重要的是 你的思維 獨特的思維 嗯 因為這個是沒有辦法被AI取代的 對 因為你的AI還是要依賴你的指令 喔 對 對 你的指令如果是特別的 不會有人跟你一樣的指令 嗯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創業者的角度來說 未來的20年齡要有特別的想法 嗯 然後 也不要去害怕 科技的力量 不要設限自己 嗯 應該要去好好的去運用這個 我覺得 也算是宇宙給我們的一個資源啦 順勢而為 嗯 其實在 疫情的時候就有大翻盤 大洗牌 前面就已經有預兆了 對對對那時候就網路其實就已經 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通常運勢他前面就會開始鋪陳了 他不會突然哪一年就怎麼樣 喔 你知道一說這件事好像確實是這樣 他前面就開始鋪陳了 所以前面就已經有端倪啦 喔原來 OK 謝謝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然後最後還有一個這樣子的 我覺得很棒的提醒 然後也帶給我 其實對於 塔羅運勢 命理這一塊的東西 有一個全新的印象然後 坦白說就是老師你 也很有料 真的 他不是只有涉及在 就單單是塔羅牌而已 我覺得包含 其他的思維上給我一個蠻大的啟發 那也謝謝老師今天願意來讓我們專訪謝謝